传说触碰这道神圣之门 就能实现任何愿望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无数人类开始行动起来 想要找到传说中的神门 男主亲人因父母止疼爱弟弟 在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吃的都是自家狗的剩饭 即便如今能吃上热腾腾的泡面 也会有往里加冰块的习惯 曾经他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 引得学校里的同学们议论纷纷 但他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曾经因为神圣之门的出现 长界天界和魔界融合在一起 让人类的体内孕育出六种力量 能够控制这些力量的人 被称为适合者 这天列车里有个手持火气的男人 发狂式地将车上乘客吓跑 顺手挟持住一名女孩 想要展示自己的力量 就在这时亲人站了出来 男人见此朝他喷出炙热火焰 只见亲人轻松汇聚出水盾抵挡 接着一个漂亮的手刀 瞬间将其放倒 等停议会学生赶到现场 误以为是亲人引发的骚乱 怀疑他携带了驱动装置 准备上去给他一点教训 然而亲人冷漠的表示 并没有带什么装置 说完便转头离去 没有装置能达到这样的力量 自然受到了评议会高层关注 亚瑟和他的圆桌骑士们 讨论地拉亲人入死 可不曾想亲人无比冷漠 多次无情拒绝一会的邀疑 而他这么冷漠的怀疑 是因为将热情都给了弟弟 甚至不惜为弟弟背下黑波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弟弟杀死他们的父母 只因父母对二人的要求极其变态 用尽各种办法让他们觉醒力量 一开始父母选中的是哥哥亲人 为了激发出亲人体内的力量 他们将弟弟绑在树上灵敛 让亲人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受苦 亲人和弟弟间的关系很好 于是亲人便装作一无是处 将本来是弟弟遭遇的武器 全部都转移到自己身上 不久弟弟终于觉醒了一眼 然而某天当亲人被绑在树上时 弟弟却完全不心疼自己的灵敛 看见亲人遭受虐待 弟弟不但不劝谈 甚至还想趁着夜色杀死哥 在弟弟眼里亲人是一个伪善者 虽然他最终没有杀死亲人 但在某个夜晚却将父母杀害 回到家的亲人看着父母砍死 长师拉住弟弟却被无情推开 这时他看见了人人都向往神圣之门